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一定代表整个经济发展形势已经起稳向好 首先 工业产出小幅下降 中国国家统计局11月15日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 10月份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 但是增速要低于9月0.1% 也低于路透社预测的5.6% 这显示出工业的生产端有增长动能放缓的趋势 不过 在双11和已旧换新政策的拉动下 10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创下8个月新高 超预期增长了4.8% 9月份的增幅则为3.2% 增速是今年2月以来最快的 在已旧换新的拉动之下 家用电器销售额继9月份增长了25%之后 10月份又同比猛增45.1% 表现出优于其他消费品 同时 汽车销量也延续涨势 同比增长7.7% 扭转了前几个季度的下滑趋势 9月底 中国股市大幅回弹 也拉动了11黄金周期间的消费 第三 在楼市方面 10月份全国70个城市新房价格与去年相比 同比下降6.2% 是2015年以来最大跌幅 但是 如果与上个月相比 新房价格环比则是下跌0.5% 是今年3月以来的最小跌幅 新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的降幅 也分别收窄1.3和1.8个百分点 显示出房地产宽松措施有了一些初步反应 一线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的价格 环比均转正 部分二手城市还有所上涨 第四点 数据还可以看出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方面的作用有所减弱 今年前10个月 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制造业和房地产支出等主要项目 在内的中国整体固定投资投资增长3.4% 与1至9月持平 开头宏观的经济学家表示 投资在推动中国经济复苏方面 发挥的作用比预期的要小 年初至今的固定投资同比增长率保持不变 一直是3.4% 这一指标保持不变 表明最近的政府刺激措施对投资的影响不大 另外 城镇失业率小幅下降 从9月份的5.1%下降至10月份的5%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傅林辉 星期五在数据发布会上称 10月份国民经济是稳中有进 市场信心得到提振 但是他也承认国内需求仍然偏弱 部分企业经营困难 他称下一阶段要有效发挥各项政策效能 目标是扩大国内需求 对此牛津经济研究院的首席经济学家指出 总体来看 10月数据表明 之前的政策措施已经开始取得成效 但是仍然没有多少自满的余地 通货紧缩压力 投资增长乏力 以及房地产部门的挑战 将继续对经济稳定构成风险 这将需要在短期内采取更加果断的政策支持 第四季度经济有望保持稳定 但是市场焦点已经转向了明年 专家指出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临近 关键问题是 中国将采取多少财政刺激措施 来应对可能的出口放缓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则是 汇率明年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如果明年没有出台大幅度的财政宽松政策的话 那么现在的经济提振作用 很可能只是暂时的 到了明年下半年 中国经济很可能再次开始放缓 因为届时 中国制造商还将面临 与川普爆发的第二次贸易战的压力 而在明年高关税的预期之下 美国进口商反而会在关税落地前 提前进口中国商品以逃避关税 这将会在接下来的三个月 带来一个外贸小高潮 短期会对第四季度中国经济有较大贡献 不过专家指出 阅读数据受短期政策鼓舞而上扬 出现波动是正常现象 并不一定能够代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形势 其稳向好 也不能够仅凭单月数据 就判断为是信心触底恢复的信号 10月15号经济数据发布的当天 中国三大股指尾盘大幅跳水 其中上证指数下跌1.45% 深圳城市和创业板指数分别下挫 2.62%和3.91% 交易员表示 经济数据上午公布 而股市下午才下挫 因此不代表市场对目前的经济数据不满 但是上午公布的经济数据向好 也没有对当时的股市产生明显的拉动效果 这说明 数据本来就符合预期 并未出现超预期的利好 而股市最终下跌 表明投资者希望看到政府出台更多的刺激政策 下一阶段 中国经济面临的整体挑战 包括中美贸易战 中欧贸易战 房地产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专家分析 这一次 中国对川普政府并不陌生了 因此不会像过去那样害怕贸易战 但长期来看 中国要考虑的还是如何做大国内市场 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增加国内消费 这才是重中之重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视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新闻背后的多维思考 带你洞悉头条背后的世界 在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六度解析中 我们将深入探究时事热点 为你揭开新闻背后的真相 在这个信息泛滥真相难觅的时代 六度解析应运而生 我运用海量数据 人工智能整合 以及专家观点 层层播细每个故事 通过实施背景数据挖掘 确保你获得全面的新闻资讯 然而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数据 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串联起来 我将分析多方视角 揭示隐藏的脉络 为你提供单一媒体常常忽略的背景信息 无论是政治 经济 还是全球事物 我都将为你带来最具洞察力的分析 试想一下 拥有洞悉全局的能力 做出明智的决策 参与有意义的讨论 这就是六度解析带给你的价值 它不仅仅是新闻分析 更是一种赋能的工具 加入今日华尔街的六度解析 共同探索头条背后的故事 你通往深度理解的旅程 从这里开始 不要只是阅读新闻 要解码新闻 理解新闻 活出新闻 这一切尽在六度解析 立即订阅 不错过任何政治拙见 因为了解真相 仅仅是个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